各位朋友各位同学,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到恒生指数的情况 整体都是一个比较震荡型的走势 这种震荡型的走势 我们如何把握相关的一个板块 或者相关的一些个股 其实在技术形体来说是有点难度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市场里面 不能够说收征仗能够有5%以上的股票 其实不多 很多都是前期出现了比较大力度的调整股票 才有一个反击的状态 这种走势对表什么 这种走势对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 其实有持续性机会的股票是不多的 在这段时间我们可能需要找一些超跌型的股票 作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属于超跌型的股票 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小米集团 其实小米110在我们香港市场也好 或者在我们大陆市场也好 它的知名度也是比较高的 小米它也是称空我们造车的一个领域 这个造车的领域在某些程度上 是比较需要消费的 即是它用到的资金量是非常大的 以及它的周期都是比较长的 那么雷军它也出了这个军令狀 是都要正用小米造车的事情做出来 那么它的一个卖售期的一个利润业绩 可能在某些程度上 会被牵涉比较多的一个空间 去到造车的一个领域 所以另一套我们看到的小米的股票 一直都是一个持续的调整的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最高的$35.98跌到现在$17.50 其实都接近了我们看到的一个腰占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目前来说 这个股票我认为 以它的一个基本面 和它的成长性 目前来到我们$18附近 它的一个股值水平 都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 有性价比的位置 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技术面 技术面其实是看到的就是这个小米手 一般来说 即使我蓝带出现了三段的一个调整之后 通常都会一次少反击 那我们看到这次一段两三段 它现在转回成为黄带 大距都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特征 那同时呢 我们看回成交两个数据 那么近期这个成交的一个 或者成交的一个数据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 而且是有一点好像异动的一个特征 那这个有平稳异动特征的背景之下 那么我觉得这个股票呢 其实是已经开始可以入到我们的一个 关注的一个预动股的一个阶段了 好啊 所以呢 小米集团呢 大家后期可以继续关注 那十八公元附近呢 我想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欺利的一个 可以关注到的一个教维 好 那多谢各位同学 大概就和各位朋友说这么多 呃 怎样分析的呢 那其实呢 成交两个数据以及呢 这个颓角呢 我已经都说了 颓角呢 是有背离结构的 什么叫背离结构呢 就是它跌的过程中 其实呢 它的这个颓角的面积呢 是变小了的 你看这个创新低 但是这里呢 不创新低 所以呢 走出来的一个走势 就给我们一些预期了